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我替他找人发表 我还退了他稿 所以我决定打电话给老杨说 对不起 我当时不是退稿 我是那个还没发而已 现在那篇稿快要刊登 所以我们这种人都是没有远见的 你知道吗 你看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和气生财 你知道吗 你这辈子碰见的人 你不知道这个人将来 他会是年薪多少钱 他能给你年薪多少钱 对吗 你所以说这个真是一个人也不要得罪 所以有敢于此 咱们讲正经的话题 有敢于此 我认为我们个别干部 是吧 就没有这个远见 是吧 你开这个办公会议 对吗 你也是局长的身份 为什么就一拳打过去 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很难理解 当然他们说这是发生在湖南 湖南人的脾气 比较爆 我很了解 当年是谁写过一个诗 就是说要让什么 什么如果中国果真亡 除非湖南人见死 就是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 时候就说的 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亡国 中国人要亡国 先让湖南人死光了 就说明湖南人很猛的 当然往好里说 他是谭思彤 往坏里说 他还有黄兴宋教人 对 往坏里说 当年湘西剿匪也是费了 很难理解 但是咱不管这个 咱不是讲匪 咱是讲司法局 湖南衡扬司法局 最近的新闻 我们大家都看到 我觉得很有意思 10月10号 衡扬司法局 还双十那天 那跟咱没关系 司法局党委会 讨论进干部 就是里边说到 就是底下有一个女同志 要调工作 本来在监狱工作 要调 要进司法局机关工作 这个局的局长 叫万春生 我们来看看万春生的尊荣 局长叫万春生 这怎么把副局长 这是副局长廖耀忠 这是被打的 被打的 被打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局长 这是局长 红光满面 这是局长 比较像打人的人 对 说廖副局长 当时提出了不同意见 然后呢 这个万局长 就打起来 后来廖局长还投诉 说我当时要还手 但是周围的人拉住 你说拉架的时候 都看出权力关系 据着副局长说 他们都把我拉住 打我 打的 逼青连肿 好 他们是拉住副局长 让他给局长打 对 而且这个是赤裸的权力 这什么叫权力 权力 就是拳头的力量 拳头力量 当然这两个人都被处理了 当地宣传部门讲 副局长干嘛被处理呢 他是被打的 副局长现在就不放过 副局长说我现在啊 还就干到底了 我要投诉 他有腐败问题 然后但是呢 人家宣传部门就协调 说两个人都签字了 都握手了 然后这个副局长说 我是被逼 和解的 我不要跟他和解 怎么反正 打的很厉害 你看 这个衡阳市纪委表示 就说 我们要调查 如果是党员干部 向纪委反映问题 因为这个副局长现在打了一拳生气了 开始说 他本人有两辆车 其中一辆是越野车 等等等等 然后纪委说 如果真是有问题 我们肯定会调查 会调查 会调查等等 就这么个事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是什么大事 是不是反映我们一些地区啊 这种风土 风土人情 还是一些基层干部 还是比较喜欢动手的 还是处于 不是 你想起张艺谋导演拍的 那个秋菊打官司 看过 他不就一脚踢了弹吗 有的村长 现在还是保留这个习惯 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也不仅是中国大陆 我们都知道 比方说韩国人 乔省县人 他们一言不合 就算一言很合 还是打 他们告诉我说 我在台湾最好的朋友们 都是韩国乔省 花乔 都说我们这是打 最好玩是说 我那时候住在台湾的宿舍 跟韩国乔省一起住 打架 两个港仔 对两个韩侨打架 打完架两个小时后 他看着我们两个港仔 吃泡面 吃酥片 他还跟我们要 说兄弟分我一点 我说你真有脸 两个钟头前 我们还打架 你两个钟头后 跟我们要吃的 他说打架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在韩国生活 没有一天不打架 没有一天不这样 来解决问题 所以像你的香港人比较怪 我小时候台湾大我就知道 我们台湾那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中学的时候 有事没事就打架 再好的哥们 动不动也打架 打架不算什么 切磋了一下 不是 打架 打架不算什么 打架不算什么 到处都打 问题是打架的场合很重要 没错 你就好比咱们公司 开办公会议 也没听说谁打起来了 当然员工也很想 我觉得这个 很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通常要打人 这个我们被认为 是一种原始冲动 原始的 对不对 那这个原始冲动 它通常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所谓文明就是重重的 约束跟束缚 对不对 就是荷兰那个有名的 社会学家伊利亚斯讲 文明是什么 文明就是不断的 对人的束缚捆绑 每个人夹在每个人身上 的一个责任形成重担 这个场合 其实是责任特别重的 这是个正式会议 而且请注意 他们两个身份 是司法局 局长 科目局长 这理论上 假如你说是公安 这原来就是要用暴力的机构 那也就 就是城管 对不对 城管队长 打副队长 那我们觉得没关系 反正他们靠 武打文明 但是你这个是司法局 为什么束缚不住 这种原始冲动 这种原始冲动 我是能有体会的 有时候 我碰见个把领导 你知道吗 他那种赖 我觉得是很想逗他 这个员工情绪不能发现 有时候你知道一些领导的不是个人 你也是很想打他 你知道吗 而且有时候中国的有的领导真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有时候你心里气的 你就知道他背后在搞些什么勾当 表面上在看见他那副虚伪的嘴脸 我也是有这个冲动想轮椅子 我想问你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 你真的会有这种冲动 你到现在还有 我有 我觉得这很奇怪 因为比如说像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喜欢打人 或者也常被打 我没有打过 但我有 你是没打 我想打 我有这个你想打 你不急 等他们跳槽 现在流行跳槽 他们跳槽之后你才打 他们跳槽之后就不是你的领导了 对 你知道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文化教养水平不是很高 我们原始情绪还在 不是 甚至于我们有些个别的 个别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 我跟你说 那个人 你只有抽他 我跟你说 他就是流氓 而且他太赖了 你知道吗 就是小人流氓都不足以形容他 我想我一说 很多观众朋友对各自单位都很有体会 就有些人他已经人品 这种烂人就差的这种不可理喻 你知道你不跟他讲 还有就是这个 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没有教养 中国有的 我就说有的那个基层干部 你见过吗 吃饭的时候 你对一个服务员是什么态度 不是什么态度 强奸有些有些冠酒强奸 那不是咱听听过过吗 包括对自己的司机 这我都亲眼见过 骂骂咧咧的 把人家祖宗八辈问候人家老母 问候自己这司机 然后这司机给我喝 给我跟温涛干了 这司机说我要开车 是吧 那就瓶子就打过去 就这么打过去 你说这种领导 我跟你说他不是讲理的人 为什么 所以就过去 你看我们家有个亲戚 他是在工厂里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们整天在节目上讲 他说你们接触的都是什么人 你到工厂来看看 他说你们都是在电视台 政府机构 你们都是文明人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在工厂里头 那个车间主任何工人之间 他说那都是 就是就像原始冲动 我跟你说 都是原始冲动社会 所以我就很好奇 就是这个国家 因为的确比较爆累 坦白讲 这类气很常见 这类气很常见 我好奇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说 想起来小时候打人 那个事 就是因为我通常觉得 一个人年纪越大 比如说或者你一个人在社会上 你经历了很多事情 你从一个位置 转移到另一个位置 从个年轻学生 变成个你有工作 有身份 有责任感的人了 那重重的责任感 真的是会捆绑你这种冲动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 好像这种责任感 没有捆绑住这个冲动 反而有时候会让人看到 某些位高权重的人 哪怕是基层 也是位高权重 村长在那条村也就位高权重 土皇上 他怎么会 那个东西束缚不了他 对 闻到你的答案 已经在你的问题里面了 你刚说责任感 会捆绑你的冲动 可是在中国社会 很多时候 你有高位 不表示你有那个责任 有高位 只是说你有那个权利 有一个没有受控制的权利 照在你身上 你不需要负责任 那是一种没有责任的权利 对 你没有责任的权利 那当然捆绑不了你的冲动了 而且这还不光是中国 我跟你说 我还查了一下 大家不知道 你菲律宾怎么样 菲律宾那天 他们有个新闻 说第三大城市 我不知道第三大城市 一个女市长 视察工作的时候 然后到彭户区 有的人被拆迁的 就跟女市长投诉 说我们被警察 强拆了 然后女市长 叫当地的警察局长 过来 女市长过来之后 女市长冲着耳根子 连打四拳 扬长而去 强强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上次嘉辉也跟我说说现在经常忍不住就想骂人是吗 对所以闻到说有了一个联系身份 可能应该比较平和 我的体验刚相反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吃肉吃太多了 有人说肉里面有荷尔蒙 因为前一阵子前两个礼拜发生一个事情 我开着我的车去旺角下班了 香港有个旺角嘛 龙蛇混夹的地方 去那边开去那边吃饭 那刚好到了时候看到一个停车位 我非常高兴把车开过去 结果呢老远跑来一个黑协会 就在内地有没有站在路边替客人停车那种 对他把我的位置占去了 OK那我就很生气 可是没有办法 那我就停车在那边 然后呢刚好那时候跑来一个警察 看我把车停在那边 就跑来看看什么事 那我也下车了 你想一下 我面对一个黑协会 旁边一个警察 我何等聪明啊 我一看有警察在 机会来了嘛 骂人啊 对不对 狐假虎威嘛 我就在警察面前 痛骂了黑协会 两分多钟 骂得真爽快啊 我骂他什么占我位置什么 然后黑协会否认 他说你哪个眼睛看到这是你的位置啊 写着你名字吗 这样子骂我 我们当老师的文韬啊 最讨厌什么 讨厌人家回嘴啊 对不对 回嘴我们一定再给两个耳光 他不知道我当年是七省辩论比赛冠军 七省 你是哪个国家 香港七省 那我就骂他 我说 我就取笑他 我说你这没用 当黑协会像你这个样子 假如你拍胸脯说 是我藏你位置怎么样 你敢揍我吗 我就敬佩你 结果你跟我学生一样 作弊不承认 偷懒不承认 我取笑你 然后就骂了他一顿 他又回嘴 又重复说 这个位置没有人证明是你的 那我就骂他 我改变策略 我跟警察说 我说警察先生 我现在告他 我跟你回去 写口供 花五个钟头 然后我就跟那个黑协会说 我没事干 我回去慢慢入口供 写五个小时 你这惨了 黄金时间 你没办法在路边 替人家赚钱 回去会被你老大 打断你的狗腿 这样 我就骂了他两分多钟 骂完他跑了 转身飞奔着跑 搞老大去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跑 我还不爽 还没骂够 我连警察也骂 你算了吧 你是没碰见他老大 我刚刚看到的香港的新闻 香港某个社团的老大 多猛啊 好像在佐敦嘛 半夜十二点 就对着警察说呀 三一点之后 好几年前了 十二点之后 最近他们大选呢 对没错 香港最大帮派换龙头 换龙头 说要选 他们要选一年 对 他们很民主的 对 你既然说到这事 我就说上香港的这个立法会 最近不也发生 咱知道香港有一个叫黄玉民的 对吧 你们都很熟 还有一个叫长毛的 对对对 就我们更熟 最近跟这个特首曾银权 在那个这个会上 咆哮嘛 是 咆哮 引起这个一个一个事件嘛 我就问你啊 他为什么 美国和英国 好像我们比较少听见这种事 就是在 因为你看 我能理解一种道理 他们有人讲 就是说少数人的手段 就是如果我是极少数 我反正投票 我不可能赢的 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声音 于是呢 我不排除采取一些异常的 甚至是行为艺术的一些个东西 在耍吧 在搞嘛 对吗 但我能理解 可是为什么像英国美国 我们好像很少见到他们那么聊 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是议会文化 是有演进的过程 第二就每个地方议会文化 跟整个社会的公众的接受能力 或者是公众的 对公众人物的判断是有关的 比如说美国这个国家 你说他真的是不是没打过呢 不是的 美国的以前也打的 就是我看到美国早期政治史 他们议会里面 国会里面也吵得很厉害 也是能够揍人的 那英国也是一样 但是问题是 你看两个国家 这老牌民主国家 发展到现在情况不同了 因为美国是个 更保守的基督教国家 那所以议会里面每一个人 他的一定的表现身份 大家都很在乎 就你如果咆哮 丢东西或揍人的话 那一般美国公众会觉得很丢人 因为你代表我们这个州 去国会里面 我们这个州的人 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个州的人 都那样干吗 他们很在乎这个 但英国不同 你看英国国会开会 开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是首相说话 然后反对党人不高兴 就 但他们不会起来咆哮 但是他们是集体的 发出某种的声音 或者自己的党员 在里头刚刚说了一句 很猛的话 大家踩地 好 说得好 就有点像看戏一样 而且他们的攻击的武器不一样 真的是国情不同 像我很喜欢看BBC 英国国会开会 很好玩 除了文道所说的 咆哮 拍桌子 踏地板 还有他们攻击是怎么样 讲笑话 会挖苦 比方说你首相讲完一段话 我不同意 我不是起来丢东西 我起来讲一句话 我会讽刺你 很幽默的 大家哄堂大笑 用笑声来作为子弹 来攻击你 他们注重幽默 在那个国情上面 所以它是另外一种方法的互动 跟香港毕竟不一样 对 而且你看 当时我觉得曾音权跟黄宇明 也有出现两种语境 你看曾音权的反应 就觉得 说你这个是粗暴动作 是吧 其实呢 严格说来 他当时还没有骂这个 没错 粗口 对吧 但是呢 我能不能理解 你好比他 对于曾音权来说呀 你像香港人 你发现没有 我就说话 他说话平常是可以 就是平静的 甚至是不带感情的 那他这 就是所谓私文人吧 这个私文人呢 有些时候听见你啊 就是像街市里的人一样 跟我咆哮 他就已经觉得受冒犯了 其实他是那么一种感觉 而且呢 也跟过往的 跟过往的 他们咆哮立法会这个 这个这个结合起来 绝对有关 我觉得像那天那个事件里面 我仔细去看啊 我觉得无论曾音权就特首 跟立法会主席曾韵成 这双真啊 他们整件事情的处理反映的是什么 是他们对长毛跟黄玉民 一直以来的一个看法 一个印象 因为比如说像那天黄玉民 他说的最过火的是什么 特首你这么讲是乱伦 他那个乱伦 搞乱了政治伦理 他简称乱伦嘛 那这话你可以说有点过分 但是他没有骂出话 他也没有很大的动作 或者是怎么样 他只是声音比较 嗓门比较大 他喊了几句话 但是在曾应权听来 就像你刚才讲 他过去一向觉得 这个人赏门那么大 肯定是要骂出话 对对对 他都未必能听清楚 没听清楚 你骂我出话 没错 那时候长毛起来更妙 我觉得长毛当时讲的 长毛喊的是叫主席 叫这个曾韵成 说要注意 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 讨论会议归程的问题了 要讨论这个了 但他也是大声喊 没错 然后曾韵成也是本来 这么大声喊 肯定是骂出话 就把他俩轰出去 然后他还准备鸡蛋了 腾就扔 没错 他本来不看这个 我看你看 扔鸡蛋这个 各国 这个不是各种领袖 反应真不一样 你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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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小布什 你看他就美国式的 扔鞋嘛 在哪 说呦 穿42码的鞋 但是你看我们 温家宝总理 就义正词言 说什么这个 绝对不能阻挠 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是吧 任何行动 你都不可能阻挠 我们的方针 你看曾韵泉呢 倒是实在 我很害怕 他这么 不不不 我跟你讲 这也很黑社会 怎么讲 你们你看黑社会 电影看的少 香港这种英雄片 里面是这样 那些老大 比如说对方一个小弟 或怎么样 出言无辱 你小心你吃不了 都在找怎么样 然后现在黑社会 老大 哎呦 我好肝哦 这是在白夜 这是反讽 一种反讽 我好肝 那我还把他 特首看嫩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有句话叫 秀才御找兵 有理说不清 是吧 其实有时候高官 碰着民 他也说不清 他两种语言方式 所以现在 我觉得国际上 都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表达抗议的声音 有时候甚至议会 你也不足以代表 我的抗议 所以现在占领 华盛顿 占领伦敦 香港是占领中环 就上街了嘛 上街了 你看这也是一种民主 表达他意见的方式 我就注意到 洛杉矶时报 有段话说的挺有意思 我打出来给你们 看一看 说啊 这个评价英国政府 打压这个社交媒体 组织的这个抗议嘛 说当大家和和气气 彬彬有理的时候 言论自由 很容易受到保护 但是当衣冠不整 一无所有 气势汹汹的人 也想要发言权时 就比较难以记得 这种自由 必须适用于所有人 而不仅限于 明智的使用它的人 这段话我觉得换一个说法 就说所谓言论自由啊 不仅是说有那个内容的自由 还有什么呢 包括我有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自由 我可以用比较粗暴的声音 只要我不犯法 不真的有做到人身攻击毁谤 我觉得应该保障那个表达的自由 也是里面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话我特别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去一些研讨会 演讲座谈会 有时候现场你会遇到有一些人 他的整个人的状态身份 跟他的说话方式 跟那个现场是有点格格不入的 不协调 对 比方说举例子 有时候在某些很文化的场合 一般文艺青年文艺中年谈什么东西 那偶尔会碰到一些人 他也许或者年纪特别大 或者怎么样 他起来说话 也不举手站起来就喊喊 然后说话呢 大家听不太清 他讲什么 好像没什么逻辑 然后有点粗暴 那种场合底下 我们常常会注意到 很多别的在场的听众 会觉得有点嫌弃的眼光 看他 或者叫他坐下吧 叫他别巴着这个麦克风怎么样 可是那种时候 我觉得特别重要 因为你那时候 我觉得你更需要听清楚 他那个话在讲什么 而不要被他的这个外在形象 我叫他听清楚 我叫他听清楚 不可遗憾 我叫他听清楚 可以看你 你和我这些人